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大乔奖电影,今天要分享一部奥斯卡最治愈的短片《托尔黛黎》。 故事开始,在一片荒漠里,一只托尔黛黎被指蜥蜴追赶,它手上抱着好不容易得到的食物,两只动物在荒漠中拟追我赶,最终黛黎甩掉了蜥蜴。 它躲进一个地洞,偷偷地吃着手上的食物,但是这根本不够,于是它钻出地面,把之前掉下来的食物也捡了回来,有一只甲虫想偷走食物还被它踢开了,它警惕地行动着,生怕蜥蜴再折回来,突然它被半岛摔了一跤,半岛它的是一只白色的幼鸟。 它好心地把幼鸟扶了起来,但是幼鸟却在叫个不停,为了防止引来天敌,它连忙回来安抚幼鸟。 不过当它准备离开时,幼鸟也迈着小脚跟了过来,它将这个小麻烦推了回来,并告诉它不要发出声音,然后它又准备离开。 这时候,一只蛇冲向了幼鸟,代理剑状赶紧扔下食物,从蛇的嘴下救出了幼鸟。 它把幼鸟放在了一块石头上,接着就去捡回自己的食物。 这时候,几只蝎子爬向了幼鸟,而它的食物也刚好被甲虫推走了。 面对两边的选择,它走向了石头,把蝎子们都赶跑了,之后它们还遇到了猎犬、蜘蛛、食人鱼、猎鹰、刺猬、鳄鱼,还有族群的迁徙,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。 总之,保护小幼鸟这件事,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了。 最终,它们穿越了众多危险的地带,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野兽,遭遇了各种风暴,来到了一处悬崖上。 此时的代理估计已经神志不清了,不过,好在手中的小幼鸟依旧完好无损。 两个小动物也渐渐产生了依赖,这时候一股上升气流把它们吹了起来,小代理思考了一番,把小幼鸟送到了气流中,看来它是想帮助小幼鸟学会如何飞行。 它把小幼鸟抛向空中,然后就被一只老鹰叼走了。 小代理一脸懵逼地看着飞走的老鹰,小幼鸟在老鹰的爪子里尖叫,代理十分愤怒,它看着悬崖下的老鹰冲着它奋力一跳。 老鹰此时正得意着自己的猎物,结果被代理砸了个正着。 它连忙调整平衡飞了起来,想要把代理甩下去,可是它一个没抓闻,小幼鸟反而掉了下去。 代理扭头一看,连忙从老鹰身上跳了下去,它在空中接住了小幼鸟,但是它该如何降落呢? 它看了看小幼鸟,对着它温柔地笑了笑,然后把它丢到了悬崖上,而自己却掉了下去。 小幼鸟连忙站起身,焦急地寻找代理。 这时候,一股反牛顿上升气流吹了过来,代理就这么被吹了上来,它连忙飞到悬崖上,两个小动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。 镜头一转,小幼鸟不仅学会了飞行,并且也长大了,它为代理带来了吃不完的食物,两个小动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个故事或许在告诉我们,要怀揣着一颗善心,或者说是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,也可能只是讲述一个暖心的故事。 总之,你的一时善念说不定会带来惊喜。 那么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就请订阅关注。